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华美银行与洛杉矶湖人队 共同举办了感恩祭 60名洛杉矶县 无家可归的小学生 来到了湖人队训练中心 与湖人队共同举办 这次活动的华美银行表示 希望借着这项活动 提前将温暖与欢乐 带给小朋友 以及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 华美银行跟洛杉矶湖人队 已经合作了很久 从2007年开始 每一年的感恩时节 我们就会推出一系列的 感恩回馈的活动 A Season of Giving 那么今年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的活动还是在 湖人的训练场 Toyota Center举行的 这一次呢 是我们请到了 有60多位 School on Wheels的小朋友 到现场来跟球员们同乐 那么School on Wheels 是一个非营利的组织 他们专门为 Homeless的小朋友呢 提供课后的辅导活动 今天呢 湖人队全体的球员 包括Coby 包括Coby Bryant 都到了现场 来跟小朋友们同欢 那华美银行很开心 在这个感恩回馈的时节 散步爱心 散步爱 这些小朋友们 与胡人队的队员 一起练习 做游戏 看到一哥Coby Bryant 每一个小朋友都兴奋不已 大家争相轮流 和Coby拍照合影 小朋友们还收到 来自胡人队队员 胡人队女孩 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官兵 赠送的节日礼物 中旺电视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